还在为加拿一种汽油而烦恼吗 美国汽车协会公布了最新的研究结果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一位车主自作主张 让原本应该使用较低的普通汽油 改加了91高级无仙汽油 白白造成了高达21亿美金的浪费 因为多数的车子对于不同等级的汽油 还有性能并不相同 而美国汽车协会南加州研究中心就说 91无仙汽油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满足和特定类型的引擎 而测验结果却显示 大多数的汽车都无法获得 佣质汽油当中高薪丸值所带来的福利 车主应该要选择 佣质更好的汽油品牌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价格比较高的汽油